哇 简直太棒了 完美 从现在开始 飞飞的公主之旅就开始了 好好享受吧 诶 别走啊 你还没告诉我第一个是什么公主呢 哇 我怎么这么美丽 我从来都没有穿过这么漂亮的裙子 咦 我好像皮肤像雪一样白 嘴唇像血一样红 这是什么公主呢 我怎么突然想不起来 谁呀 来了 好心的姑娘 买一个苹果吧 我自己种的 非常甜啊 不信 你尝尝 真的吗 那我尝尝 这样白雪公主的故事才算开始嘛 咦 飞飞今天没有来上课吗 太稀奇了 你忘了吗 飞飞开始她的公主之旅了 现在应该在度假吧 她幸福了 我也好想去度假 老大 老大 下课了 不如我们去飞飞家看一下情况吧 好啊 好啊 天啊 那是飞飞吗 飞飞 这是什么奇怪的打扮 我看 这像是白雪公主 她这是已经吃了毒苹果晕倒了吗 哇 这剧情发展有些快啊 老大 那我们是什么角色啊 难道是小小人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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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先别管我们是谁了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啊 按照接下来的剧情 我们应该给飞飞建造一个漂亮的水晶床 等着王子来救飞飞 有道理 那我们快点造床吧 这个床是不是有点简陋啊 经费有限 王子会体谅我们的 那我们就在白雪公主旁边 等王子来救飞飞吧 好吧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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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都快饿死我了 王子也太不靠谱了吧 我看王子是不会来了 我们还是先把飞飞带回家 再想想办法吧 好吧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想靠那不靠谱的王子 就飞飞是不可能了 我们去找童话村的精灵寻求帮忙吧 好的 好的 小精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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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啊 吵到我睡觉 这不是五年位吗 你们有什么事吗 白雪公主飞飞吃了有毒的水果晕倒了 我们想救飞飞 要怎么做 让我想一想 魔王山上有一朵神奇花 只要用它的露珠 地带飞飞嘴上飞飞就可以醒来 只不过看守神奇花的是一日魔兽 它可不好对付 神奇花夺人兽 武林位真的可以救飞飞吗 这就是这个明天影片 我们要做这个明天啊 当眼明的编影 还有一个屏幕 闹抱给你 我们要换结婚 我们要努力 我们要制服 吧 我们要ordnung